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竹笋胃肝微寒无毒 在药用上具有清热化痰、益气和胃、致消渴、沥尿等功效 竹笋还具有低脂肪、低糖、多纤维的特点 使用竹笋不仅能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消化去积食防便秘 并且有预防大肠癌的功效哦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竹笋肝就不一样了 因为竹笋肝含有不少的瓢磷 一定要经过充分的浸泡 才会让更多的瓢磷流失掉 最重要的是竹笋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食疗的效果也特别好 那么经常吃竹笋有什么好处呢 常吃竹笋可以预防截止肠癌 竹笋当中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可以润肠道 对于预防便秘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在中医上认为 竹笋胃肝性含具有很好的化痰理器 通力二变等等的功效 另外研究上还发现 每天适量的吃些竹笋 对于预防截肠癌有很好的帮助 因此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 可以吃些竹笋来强化自己的肠胃 另外吃竹笋还有助于降血脂 竹笋当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这种营养物质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坏的胆固醇 对于血管的健康以及内脏 脂肪比较多的高血脂人群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同时要注意的是 竹笋虽然本身的热量很低 在烹饪的时候也要注意了 如果能够做到减少食用油的分量 更是一种减肥的最佳食材 对于控制体重有不小的帮助哦 经常吃竹笋还有什么食疗功效呢 那就是预防高血压 竹笋当中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成分 那就是甲元素 这种物质可以帮助调节我们体内 纳甲平衡 对于经常使用盐比较多的人群 可以适量的吃些竹笋 对于预防高血压都有很好的帮助 但是虽然竹笋好处很多 我们食用的时候也不可以过量 竹笋有什么禁忌呢 对于正在处于成长发育期间的未成年人 不要经常吃竹笋 否则会延缓成长哦 此外对于患有密尿系统的病人来说 竹笋也是不易多吃的 因为竹笋中的草酸盐容易于其他食物中的 钙质结合形成难以溶解的草酸带 使患者的病情加重 再来小编还要提醒大家 体质虚寒的人群 竹笋的性质是性寒的 这类人过量的食用只会加重病情 所以还是尽量少吃为宜 虽然每种食物都有它的好处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否适合我们的体质 那样我们才可以确保身体的健康 以及食物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功效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竹笋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 别忘了分享以及按赞哦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